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各个组织方为来自世界各地的青年学子们提供了这样一个汇聚青年人才促进青年交流的思辨舞台 让德币成为中国大学生创业的第一间办公室 感谢赛事战略合作伙伴德币集团对赛事的大力支持 带上Visa与世界一拍即合 感谢赛事公益合作伙伴全球领先的数字支付技术公司Visa连续五年对赛事的大力支持 腾讯会议随时随地高效开变 感谢腾讯会议对本次赛事的大力支持 同时我们还要感谢赛事媒体合作伙伴北京时间 赛事官方合作伙伴本珍咖啡田下果园 赛事行业合作伙伴平安银行北京分行五矿信托 太平洋保险北斗鼎名法天使 北京天坛慢心酒店对赛事的大力支持 下面我们将进入比赛环节 首先请允许我介绍本场比赛的评委 他们是上海交通大学哲学系副教授 2018世界华语辩论锦标赛全程最佳辩手 2022-2023世界华语辩论冠军邀请赛冠军赖长生老师 思辩教育专家 2013得辩世界精英赛亚军即全程最佳辩手 2023华语辩谈老友赛冠军罗洪坤老师 清华大学新闻传播学博士 北京工业大学辩论队指导教师冯若谷老师 下面请允许我介绍参赛双方 坐在我右手边的是正方 来自天津大学的同学 他们的观点是 文科都是服务业所反映的就业观有问题 坐在我左手边的是反方 来自河南大学的同学 他们的观点是 文科都是服务业所反映的就业观没有问题 下面有请双方辩手做自我介绍 首先有请正方同学 辩子双心十年一见方之大道苦中求 论子以言胜于九鼎中五名辩胜雄辩 以辩促学妻而不舍方能胜人胜己 以辩会有博彩正常中可成长成才 正方一辩天津大学陈哲 正方二辩天津大学李扬 正方三辩天津大学余泽明 正方四辩天津大学唐龙 代表正方天津大学辩论队 问候各位 欢迎他们的到来 下面有请反方同学做自我介绍 大学之道 赞明明德 赞新明 赞止于至善 反方一辩河南大学吕石东 反方二辩河南大学梁森 反方三辩河南大学姚汝天 反方四辩河南大学孔定浅 代表反方河南大学问候各位 同样欢迎他们的到来 下面比赛环节正式开始 首先有请正方一辩进行立论 时间为三分钟 感谢主席问候在场各位 回到引爆舆论的那场直播 连线家长告诉张学芬 自己孩子数学成绩很好 但是担心报考理科能就读的学校 档次相比报考文科要低 张学芬随即问道 你是希望你将来上大学 院校档次低 还是将来你干的那个行档 属于低档次的行档 接着张学芬抛出了他 关于文科都是服务业 总结一个字就是舔的言论 同时进一步阐释 即大爷我给您笑一个 你看我笑得怎么样 你是要录齿笑还是要微笑 我方认为其背后反应的就业观 有问题认真如下 首先文科都是服务业 所反应的对文科核心素养的观念 是有问题的 一方面文科都是服务业 认为文科的核心素养是产媚焚赢 而非专业能力 除了直播中的总结一个字就是舔 和大爷给您笑一个之外 在此前的一次线下演讲中 张学芬以金融行业为例 生动形象地刻画了舔的内涵 张学芬说 客户钓鱼时 行长就得问缺鱼吗 这时候你就拿个鱼往沟上挂 老爷子开心怎样都好 你学这个专业跟你能不能干好这个行当 有关系吗 屁关系没有啊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金融业内HR讲述业内招聘时 会优先考虑是否有CPA等专业证书 和亮眼的实习经历 核心就是要筛选 具备对行业和政策的深度分析理解能力 分控和投资规划能力的求职者 另一方面 此种观念给予受众错误的指导 那些有兴趣且擅长 本想报考文科的孩子 被张学芬当头一棒 你热爱的专业就是一个舔狗训练营 狠心放弃 可能高一时就刻在文具和尚的梦想 文科再读的朋友们听了张学芬的论断 更觉得读书考试学知识 远不如坐夺会舔人的交际花 于是将精力都放在产妹缝吟的锻炼上 文科都是服务业对文科核心素养的观念 一方面对事实认识存在问题 另一方面给予受众错误的指导 是有问题的就业观 其次更深层地讲 这一切背后反映的是文科无用论 当我们听见文科都是服务业这句话时 服务业这个意象 在人们脑海中自动和技术门槛低 打下手低端等词汇相联系 多数人就是在文科无用论的浸润下成长 这也就是为什么张学芬会在直播中脱口而出 文科就业属于低档次的行档 我们的社会面临大量真实迫切的问题 制度的分辨和共识 公民社会的参与和付出 文化传播和话语权的构建 这一切都离不开文科的发展 文科的价值不能 也不应该用理工科技术门槛的有色眼镜去审视 这本身就是错误的评价体系 是技术工种对文科的职业歧视 文科都是服务业 恰恰就是文科无用论 在当今时代的典型体现 需要予以纠偏 综上文科都是服务业 所反映就业观有问题 感谢正方一辩 下面有请反方二辩 质询正方一辩 质询方可以打断被质询方发言 被质询方只能作答不能反问 对质询方计时一分三十秒 你好 你好 你觉得第一个问题是对于核心素养专业能力的末世 对 是这个意思 就是他认为核心素养是产的分野 如果行长要那个鱼 我只会钓鱼他会选我吗 不是 他举的例子是 你在这个行业里面进行工作的时候 你的专业能力 我只会钓鱼 行长会让我做那个金融服务吗 在专业观点里可以 只要你会舔就可以 可是行长不会选我 我再问一个例子 比如我方一遍找我做律师咨询服务 我要怎么舔他 不是 那舔的方式有各种各样 我要怎么舔他 我们回到上面那个最核心的问题 我要怎么舔他 我都说了 舔的方式有各种各样 他如果问我婚姻咨询服务 一问我三不知 他会选我吗 不是 所以我们双方比较的是在专业的人 所以你是断章取义 张雪峰在你说的那句话 后二十秒解释了舔 他说我就是用自己的专业性 来舔直播间的家长和孩子 专业能力舔从来不冲突 第二个问题你觉得是文科无用论 是第二个问题 对不对 上面那个我必须要解释一下 这是双方最核心的分析 在你讲的那个所谓的 核心分析是 你没有看到张雪峰在后二十秒 对于文科的解释 他讲的是自己用自己的专业性在舔 如果你没有专业能力 他怎么可能选你或被你舔 回答我的问题 你觉得第一档次是对于文科无用的 第二个问题 对不对 我认为对 他反应的是文科无用论 然后上一句你听我说完 好 我来问你案例好了 我来问你案例 家长是怎么解释他要选院校的问题的 什么 没有 那个家长说选院校的原话是什么 选院校他说的是 如果我报一个理科专业的话 那我学校档次比较低 好 学校档次低是什么意思 学校档次低是什么意思 我方认为是这样的 我举个例子 河南大学在招考的时候 比天津大学档次低 因为天津大学是985 河南大学只是一个双一流 我又在歧视河南大学吗 我方不觉得 如果在事实上 文科在现状下的就业 平均的档次 或者是就业困境 就是要比其他专业的理工科要难 为什么不能用档次低来评价的困境 我方不认为存在这样的现状 好 我方来举证 回到上面 我方来举证 在这年招聘2020年 大学生就业率调查报告 在薪资 在专业对口率 在就业率当中 均显著全国平均水平 是不是困境 所以薪资低就是档次低 这个就业关系是正确的吗 是因为张雪峰用薪资来评价了档次 就如家长用所谓的分数来评价了学校 本身并不办法任何歧视的意思 而我方认为 正方今天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他断章取义张雪峰的原话 从而导致了他觉得歧视 这才是歧视的根源 而不是张雪峰有问题 谢谢各位 每当我要解释的时候 你不让我解释 然后你说我断章取义 谢谢 感谢双方变手 下面有请反方一变进行立论 时间同样为三分钟 感谢主委大家好 任何一句话都是孤立的 正如互联网上对这句话漫天的断章取义 我们更需要结合张老师直播的上下文来明确 文科都是服务业 到底传达了什么样的就业观 论证如下 第一 文科都是服务业 传达出了就业是应该结合职业真实样态 去做考量的就业观 张老师在直播的时候说 律师看起来高大上匡扶正义 其实就是销售 要把自己卖出去 这句话的意思实际上是想说 不要只看到律师想象中的光鲜亮丽 要看到普遍律师的就业困境 张老师作为升学指导老师 最重要的任务便是向学生家长展示真实的就业样态 2022年支联招聘显示 人文学科毕业生的就业签约率 平均薪资均显著低于全国本科生的平均水平 佛罗大学论文也显示 文科生在工作岗位上可地带性较高 高淘汰率岗位中文科占比88% 张老师讲到 我们希望孩子高考的每一分都能在日后的日子中得到印证 所以张老师用旧式舔 帮助有信息差的家长和孩子 不要困在理想的西亚塔中 而更要认清就业的现实 例如在直播间中一个孩子讲到 我学法学的原因是因为罗翔 如果张老师不告诉他 青年律师几乎没有客户资源 枯燥的心理案一批接一批的做 不停地跑来跑去拉客户资源 跟流水线的工人其实也没啥区别 对于这些孩子不强调真实的就业现实 才是对他们真正的不负责任 第二 文科都是服务业传达出了 文科服务业应该结合时代需求 重视服务于人的就业观 张老师在直播的时候说 我们要学会舔 就比如说我 我是用自己的专业性来舔直播间的 各位家长和孩子 张老师在直播的时候 往往也是结合家长和孩子的需求 来给出自己的专业意见 以客户为中心才会获得更好的就业前景 例如今年一月初 一名学子有志于生物专业 却被他的父亲反对 张老师在摸清了孩子的家境与目标后 力劝父亲要支持孩子的梦想 而对于家境平凡的考生 他强调资源人脉在部分专业中的必要性 让孩子要多加斟酌 比如在金融行业80%靠资源 如果没有资源背景 就业将会十分困难 张老师在每次直播时 第一个问题都会询问孩子 你的就业目标 家庭背景等相关因素 并带入其中为他设身处地的考量 这才让张老师成为指导就业的名师 同时张老师的就业观 在市场中也得到印证 IBM调查全球1700多名首席营销官 最后得出结论 企业与客户的互动方式发生了重大而永久的变化 企业必须做到真正以客户为中心 尊重客户的个性需求 增强用户的忠诚度和粘性 正如海底捞 他能以服务出圈立足 诚如张老师所言 无论是律师还是销售 聆听客户的需求 获取甲方的信任 是服务业的必修课 综上 感谢反方一变 下面有请正方二变 质询反方一变 规则同上 有请 同学你好 你认为张雪峰的舔是什么意思 张雪峰在直播里面讲了 就是他用专业能力去满足家长的需求 所有方觉得舔其实就是 让你的客户感受到你是个好人 就是给他提供一些情绪价值 然后满足他的需求 所以张雪峰的专业性 本应该是给这个行业里面有充足的了解 然后把真实信息传达给家长 这是专业性的体现对吧 这就是他舔的部分 所以我方二变说 你没有专业性怎么舔呢 你知道专业性后几五秒 他就解释了吗 他说我像个傻子一样 哐哐哐眼上了 你看这里讲的专业性 表面专业性 实际上还是产美封印 我就去问你 在你方看来 好好提供服务 提供劳动 就是舔对吧 我觉得舔的部分 它是一种增值服 就是让顾客感觉到 你以他的需求为主 让他更乐于于你打交道做生意 老师教学生的时候 体谅学生的服务 是不是舔 张雪峰也是老师 我觉得是啊 就核心都是 评委跟我们评比赛的时候 很专业很用心 还要向我们微笑一下 是不是舔 是啊 就张雪峰说了 就是微笑嘛 好 所以在你方的立场下 大家都是在舔 我们来舔评委 评委又要舔一舔我们 到方认为 这不是这个舔的真实遗憾 我继续问你 在你方证据论证不到的情况之下 你认为这个低档次 是指薪资低 对吗 评委总共能板着脸 我方觉得低档次 它就是薪资低 就和家长的逻辑是一致的 就是院校档次低 它是分数 那我问你 假如我今天要给我的学生论证 他薪资低 我是不是应该举这个就业的数据 对不对 就业的数 那是你论证的部分 但是他得出这个结论 就像家长说院校档次低 他也没说那个到底多少分 对吧 他也没做比较 他就说院校档次低 所以从逻辑上 假如张雪峰这类档次低 是如你方所说 是单纯指薪资低的话 他后面给出了解释 不应该是 这是一份铁的没遵验工作 而应该讲的事情是什么呢 文科挣的钱比较少 如果要挣大钱 就不要选文科了 所以你发现 大家讲党次低的时候 其实有多种原因 我举个例子 互联网上小阿Gail 他直播的时候说 跌跌跌 给我刷个火箭 是不是党次低 可不可以这么认为 你可以这么认为 和我可以认为 钱少或者就为钱点不好 就是党次低 这里的分歧是 我方谁方对张雪峰 这个党次低的认知 更符合逻辑 如果按照他的逻辑 张雪峰后面的解释 在整场直播里面 没有回应到党次低这个问题 是因为他讲心思低 后面却 一没讲工作环境 二没讲心思待遇 三没有告诉这个孩子 钱少你就别选 可是在我方的解释下 如果党次低的是 文科没尊严 文科这个专业 没有体面性的话 后面就对上了 是因为铁 确实是一种 没尊严的谄媚风营 这是我方的论证 谢谢 我觉得是符合语境 时间到 感谢双方辩手 下面请反方二辩 进行小结 时间为两分钟 各位好 张老师真说了 他在前面这句话都讲了 如果你想要从事金融行业 金融80%靠的是资源 而如果你想要追求的是经济回报 金融行业不适合普遍的家长 他还说了一句话 中下层院校的中下层普通家庭 在这个风险社会 第一要考虑是否能就业 第二考虑是薪资 所以张老师讲了 他的第一档次 对应的是当下的就业困境 不是说你说的顿严其事 这是第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是 正方同学的今天所有论点 是来自于对于铁的误解 他认为铁本质上 是排斥了工作能力 可是我向大家举一个例子 如果在今天的这个社会 他让我来办一个case 我的方法是说 你喜欢钓鱼 我给你钓鱼 他就能让我接这个case吗 不能的 这只能够让他开心 可是真正办这个case的时候 我没有能力 他就会把我一脚踹开 天从来都是增值服务 即我更愿意在这个存量竞争 人才过饱和的现状下面 选择你而不是他 所以我方才讲了 专业能力是基础 我方才进一步举证 那个去咨询的学生 说又能考140多分 他不知道好好学习吗 他不知道好好工作 要提高工作能力吗 他都知道 可是他不知道的事情是什么 律师不是所谓他想象的 罗响伟光正 而是所谓的真实的青年 律师的就业困境 所以张雪峰用旧式舔的逻辑 来告诉大家 真实的就业样子是什么 他没有问题 第二个问题 段同学 你是不是在歧视 没有歧视 我给大家举一个真实的场景 我们对于律师的想象 张雪峰客户是那个 向阿塔利的学生 我们对于律师的想象 其实很多也来自于罗响 来自于令人心动的offer 他是塑造一个什么样的律师形象 律政精英 坐在办公室里面 拿着咖啡 可是真实的律师 究竟是什么样的 他就是爱情公寓的张伟 他遇到每一个人 都要举起自己的牌子 欢迎来找我张伟 来去咨询律师 真实的就业情境 我再给大家举一个情境 我方这个一遍 来找我做案件 我跟他说 呗老板 我是小梁啊 他啪 把电话挂了 请问我能够下次 不跟他打电话吗 不能 因为不打的时候 我就没工作了 所以我第二天还要打说 呗老板 我是小梁 我给你的需求 做了一个很精进的服务 可不可以花您三分钟 来听一下 这是真实的现状 而从来都不是告诉大家 文科是无用的 谢谢各位 感谢反方二辩 下面有请正方二辩 进行小结 时间同样为两分钟 大家好 在对张雪峰这件事情的 本意诠释上 我方说我两重分析 第一重分析是 什么叫做铁 对面对这里的举证是 他说张雪峰 我说了用专业性去铁 换言之在他方看来 所有用专业能力提供服务的方式 都是我在铁 但似乎不是这样 因为张雪峰后面紧接着的举证是 我帮了傻子一样 在直播间给大家 哐哐哐一眼上了 如果他想论证 自己是用专业能力铁 为什么不说 我夜以继日的搜集资料 查找行业 这才是专业性的体现吧 所以你发现 在张雪峰自己看来 专业性和铁不是一回事 第二 张雪峰到底有没有 在对铁和专业性 做出一个价值上的排序呢 在对方看来 张雪峰讲的意思是 专业性超级重要 只不过你在专业性一样的时候 稍微舔一点 是不是就更好了呢 我发现有两重举证 一重举证是 公务员也是千军万马 过不动物桥 那可能最后选的是什么呢 我长得漂亮一些 那我就被选上了 那我们可以讲 公务员行业都是靠颜值 靠整容吗 似乎也不是 其次张雪峰有一个 非常切实的例子 表达他对铁的真实意涵 在6月11号 一场关于金融的直播上 他告诉大家 银行行长是怎么铁客户的呢 当这个客户想要一条鱼的时候 你要买一套潜水服 像一个潜水员一样 潜到水下 把鱼给客户挂上去 这个时候 他后面紧接着补充了一句 你发现了没有 在这个行业里面 你的专业知识学的是什么 屁用煤油 没有铁更重要 他明确地做出了 铁和专业性之间的价值排序 换演之后续 是不是更好的 这件事情当然是天然成立的 可是你要论的事情是 是不是专业性在价值排序上 贴在这些行业里面就不重要 换演之 你方是不是也认为 在文科里面没什么专业性 你是不是也认为 我学的这些东西 其实也没什么用 我只有靠陪校点 才能获得大家认可 可是事实不是这样的 我刚发现现状是什么 现状是在金融业 会计业所有的HR招聘里面 谁能决定 你上这个桌子的简历 是你的专业能力 是你有没有过法考证 是你有没有过CPA的证书 是你有没有过硬的 简历的实习的经历 这件事情才是现状 而不是像女方所说的 我只靠口才就可以获得胜利 其次 女方讲的事情无非是 最后的情况之下 我可以靠笑一笑 获得HR的胜利呢 那 感谢正方二变 下面进入对变环节 由正方四变与反方四变 进行对变 时间各一分三十秒 双方以交替形式轮流发言 便守无权终止 对方未完成之言论 双方计时将分开进行 一方发言时间用尽后 另一方可继续发言 直到剩余时间用尽为止 由正方开始发言 有请 好 我们现在聊舔 你觉得尊重客户的需求 我就到了舔 我问你一个类比 比如说有一个舔狗 它不知道女神想要什么 它每次舔的女神特别不舒服 按照您方的定义 这个不尊重女神需求的舔狗 变成了最不舔 最舔骨真 铁骨真真的人了 这个舔狗专业能力比较差 张老师在二十秒后 他亲口说的 我要用我的专业能力高级舔 不知不觉的舔 您方说我只要有了舔 就会忽视专业能力的论证 还有吗 我接下来就会陪你聊这个问题 至少在前面那个问题上 我相信大众对于舔的理解 和您方的所谓的描述是不同的 而今天讨论这道变题 就是要讨论大众如何理解这件事 你没有这方面的举证 我要聊这个核心素养的部分 你说这个舔是一个增值服务 如果这个增值服务 已经在价值上压倒了那个核心素养 甚至于贬低瓦解了核心素养 你觉得应不应该反对 压倒是您方要论证的 我方承认有的人 比如您方对于舔的误读 来自于舔这个字本身可能带有色彩 可是我们要结合上下文来判断 这句话到底有没有问题 所以我问您 张雪峰作为一个就业指导老师 当有学生说 我就是看了罗翔的视频 觉得法律好玩 我就想学法律 你是百般支持他 还是告诉他法律的真实样貌 你可以告诉他真实现状是什么 可真实现状从来都不是舔 这是我们的分歧 我来给你论证这个压倒 他在金融的案例里面告诉大家 你学这个专业 跟你能不能干好这个行当有关系吗 屁关系都没有 这时候是不是他瓦解了那些专业素养的价值 金融我一会儿会跟你聊 B站下面的高赞评论 现实状况就是 没资源没人脉 青年律师 青年律师要在民政局门口 就是找那些打离婚官司的那些客户 一次次的热脸贴冷屁股 不停的推销自己 这样所谓的舔的现状 你要不要告诉那些学生 我承认他有舔的部分 可这个舔的部分不该成为他的内核 不该压倒专业素养的价值 这是正方的论证 而刚刚那个语经理你也不回应 那我往下去处理 你刚刚跟我们立论讲了很多文科 现状就业很难 薪资很低 薪资低就意味着档次低吗 薪资低就是档次低 这个就业观是不是有问题 档次低为什么包含着对价值的歧视 我说何大比天大的档次低 尤其是何大 您方没有回答我 所以说那个考140分的少年 他是不知道要好好学习 要努力提升自己的工作能力吗 老师薪资不高 老师档次低吗 如果你的需求是为了将来养家糊口 是为了赚更多的钱 那张雪峰在客观现实上告诉您 我方觉得没问题 所以告诉我 今天这个同学 他是不知道要好好工作提升能力吗 你说的这些 我都不知道跟这个辩题有什么关系 你可以告诉他赚的钱不多 你可以告诉他你要好好提升能力 你为什么要告诉他文科的内核是舔 为什么要告诉他文科就是产媚逢营呢 产媚逢营是您方对于舔的解释 我方的意思是 不要沉浸在法律的幻想中 要看一看现实生活的样态 所以说有人看到那些金融精英 又赚钱又体面 所以去学金融了 您方要不要阻止 要不要劝一劝 大家是有误解 可你用另外一个误解 把它从一个极端拉到另外一个极端 从一个错判拉到另一个错判 依然是一种有问题的价值观 今天您方无论是要实现理想 还是要赚钱 了解行业的真实面貌 别到时候两头不战 竹篮打手一场空 这是张老师的意思 谢谢 感谢双方便手 下面进入盘问环节 首先有请正方三便进行盘问 被盘问方需指派 除三便外任意便手进行作答 中途不可更换 请问反方指派作答的便手 是反方几便呢 反方二便 谢谢 下面有请正方三便盘问反方二便 盘问方可以打断被盘问方发言 被盘问方只能作答不能反问 对盘问方计时一分三十秒 你好 你讲铁在工作当中有用对吧 甚至在当代非常有用 那铁跟专业性谁更重要呢 二者都很重要 比如刚才在你那个钓鱼的案例当中 如果它就会有 打断一下 认为都重要 那学生怎么选择自己如何成长呢 张伟峰的建议是 在你的专业学习在行业中 屁用屁关系没有 他替你做出价值判断 我问你啊 在金融分析风控港当中 它位于中后台 主要工作内容是分析宏观经济行业状况 编写报告箱高层提供决策依据 谁需要他提供情绪价值 140%的学生知道好好学习 好好工作 但他不知道真实的就要他需要服务 在刚刚的行业岗位中 他谁需要你提供情绪价值 当然需要了 举例 讲讲 因为这里面讲的事情是 当我做一个具体分析的时候 如果你讲的是中游 中游对接的就是下游 下游对接的就是客户 你听到我说的意思了吗 我听到了 你说中游端的那个 我讲的是金融分控港 它作为中后端 根本不需要与什么密切的人际交往 它对它要求很低 这是行业当中 根本不存在对于舔的实际诉求 我问你第二个 在这样价值观倡导下 一个人会每天抱着15本书 在图书馆一看看到深夜吗 如果我认为专业都不重要了 我还每天看书 这好像不符合现实 一般抱有觉得专业不重要 舔才知道人 他客户人都不去上 我问你 这样的人在工作岗位当中 他怎么竞争别人 怎么产生竞争 这是一个核心的分歧 只会游泳钓鱼 那个老板不会找你接这个case 因为基本的工作能力 是社会默认的共识 这是一个存量竞争 人才饱和的时代 所以要额外的强调舔 服务的重要性 这是我方的论证 从而没有轻压 而是在这个社会 大家都知道工作能力很好 大家也在满足工作能力 所以大家忽视了真实的服务 挺重要 专业也重要 那我遇到两者冲突的时候 我要么去上课 要么去混人际交际圈的时候 我怎么选呢 你如果认为都知道 你的建议根本没有指导意义 我还是按张绝峰的原意来 在HR讲述当中 他分享了一位00后的学者 人口才好与伶俐 可是面对专业问答的时候 不牢靠 无奈被拒 你觉得他怎么提供情绪价值 能挽回这套 offer 黄之忠老师说 辩论就是说服的艺术 他是在说辩论不要讲求逻辑吗 不是 是在逻辑泛滥的时代 请注重语言表达 文科就是服务 服务就是舔 不是说专业能力任何不重要 而是说 在当下人才饱和的时代 多选一条 可是黄之忠老师意思是 说服的重要性 它可以一定成为 排在逻辑的前面 那你方敢承认 你的舔的重要性 也排在专业性的前面 你根本在脱离赵九峰 聊这个辩题 谢谢 时间到 感谢双方辩手 下面有请反方三辩进行盘问 规则同上 请问正方指派作答的辩手 是正方几辩呢 正方四辩 下面有请反方三辩 盘问正方四辩 规则同上 有请 喂你好 看过张老师直播吗 你看过 他在说文科就是服务业之后 紧接地说 就像我 我也是在做服务业的 我用我的专业能力 服务大家 按照你对舔的理解 张老师的意思是 我张某人没什么业务能力 就在哄大家开心 是不是 当时评论区都在骂他 他在招补 好 是我用你对舔的理解 在解读张老师原话 得出的是个荒谬的结论 我先说到这一点 第二件事情 我们来看强调的件事情 你觉得强调服务业 就是舔 轻压了服务业的核心价值 对不对 我没有说强调服务业 是张雪峰自己在之前 以及当时那个 好 那我来跟你说个类比 我还没讲完 你能让我讲完吗 但是我可以打端 等会可以继续讲 我来说一个类比 我们长辈会对一些新婚夫妇说 婚姻就是柴米油盐 按照你的理解 他的意思是说 你们的婚姻不会有任何浪漫了 还是是他要强调 这对已经看到的浪漫的这些夫妻 要注重柴米油盐的生活 是哪个意思 这道遍题绝对不是细扣这几个字眼 而是要回到张雪峰自己的表达 这道遍题的就是两个字 就是强调的意思 而不是在于核心价值的丢弃 我来问你具体的案例 我们就来说服务业 张老师在做每一次咨询的时候 他都会问考试这样的一个问题 你的家境如何 你的理想是什么 你想要一个怎样的未来 他为什么这么做 不是 能让我回答一下问题吗 请回答 就是这个遍题不是去细扣 这个文科是什么 服务业是什么 做一个连线题 他一定是去回归到当时的语境 去思考张雪峰通过这些表达 反映出来的价值观是什么的 没问题 那么回到当时的语境 张老师为什么要不停地问考生 我刚刚说的那些因素 为什么 他需要了解考生的信息 太好了 他要更好地带入你考生的立场 才能让学生知道 我是在为你着想的 这就是他所说的 舔服务客户情绪价属的部分 我问你第二个问题 有的时候考生会问一些 那些张老师 升学就业之外的事情 比如生活中恋爱 这本不是张老师业务范围之内 为什么他还要耐心地 倾听你的解释 他图什么 他做直播的 不 他问题为什么还要做本分之外的勤奋 就在于他对舔的解读 就是满足你额外情绪价值 这就是他相比于其他 也会说生活学会发老师 不一样的地方 这是我方对于舔的核心解读 后面的问题我小姐解释 感谢你 笑不是舔 你在不想笑的时候 笑才是舔 时间到 感谢双方便手 下面有请正方三便 进行中场小节 时间为两分钟 好 先解决三个问题 第一个是你对原文的解读有问题 你把张学峰所有的话归纳于要提提重视客户需求提高服务意识情绪管理能力 可是你只论证到这个东西有用 可是大家 有用是无法形成倡导的 你整本书都画满了重点 就算你哪个重点都没有画 你无法回应价值排序的问题 也就无法对大家做出一个真正的就业方向的指导 但张学峰做了排序 在2023年6月11日的线下演讲当中 他明确地对所有人讲 你学这个专业 跟你能不能干好这个行当 屁关系没有 他已经表明了 舔大于专业的排序 而第二个是您往讲事实认知的错误 我方给您列举了 行业港 金融风控港 项目运营港 监管港 商业分析港 量化交易等等 许多许多的岗位 这些岗位根本不重视什么人际关系的管理 也没有任何人需要你为他提供情绪价值 你的舔的基础根本就不成立 而第三点是你与社会的结合脱节 我方这个问题需要用两个HR的例子回答你 在财块行业的HR 好转意财务 在网络上分享 因为00后求职者 口才又好 人又灵力 很可惜专业知识不牢靠 只能一票否决 想给offer都不行 第二位HR是金融专业的 他分享招聘优先考虑 具有CPA法考等专业证书和深度实习经历 能熟练掌握专业技能的应聘者 你发现没有 这些HR在把什么当作 第一重要是把专业属性 如果你不具备这样专业能力 你连面试的机会都收不到 你以舔大于专业性的态度 去投入你到大学学习生活当中 你根本无法积累到这样的专业素养 而到最后 我方现在已经论成了 它有事实上错误 在行业的应用方面也同样有错误 基本你的论证变形当中 这个就业观有问题 过往也就想跟你更深入地探讨一下 为什么这个变题能在今天一起 如此广泛地讨论 它背后一定不仅仅是事实 它一定有两套价值体系的冲突 我希望你回答我一个问题 在这个时代 文科需要发挥什么样的价值 希望你接下来回答 谢谢 感谢正方三变 下面有请反方三变进行中场小节 时间同样为两分钟 好 感谢主席 我简单梳理一下对方同学 对张老师原话的理解 什么叫舔呢 区域逢营 忽视商业能力 那我们该怎么办呢 好好学习 舔天向上 我姑且不说 张老师如果对舔的解读 真的是如此的话 我们不用讨论这道遍题 因为他早已被官方封杀 并且进入张老师直播间的孩子 以及看这场遍题的同学们 谁不知道好好提高自己的能力 是根据于世人心中的底线性原则 这就是为什么我刚刚举的案例 很多长辈会对那些 步入婚姻的那些新人会说 婚姻啊 其实就是柴米油盐 他们不是说 要把婚姻中的浪漫主义 全部给割舍 而是让这些已经看到浪漫的新人 知道婚姻 他们不知道婚姻的另外一面 是怎样子的 张老师面对的就是 对这些向阳塔学生 让他们看到在崇高的职业价之外 还有哪些不为人事的心酸 所以说判断一见就位观 到底有没有问题 我方觉得一个原则很简单 就是看它跟现实之间 到底有没有脱轨 我方觉得没有脱轨 我们还举证一下 服务业现在的现状是什么 第一重现状 就是我方二边讲的 在存量竞争的市场之下 在存量市场的竞争之下 现在是什么样的情况 是乙方在抢夺甲方 是商家在争夺客户 而另外一个现状是什么 是市场经济和高等教育 发展了这么多年 我们不缺乏那些 能够提供合格产品的企业 也不缺乏那些 努力上进提高工作能力的 那些人才 所以说在这样 在业务能力 已经不再是稀缺品的当下 我们服务业者 靠什么脱颖而出 就是张老师所理解的这种田 就是我们在 基本的服务之外 提供一个什么样的增值服务 满足你的情绪价值 懂你客户的心理 给你一种 给你一种 只有亲人才给予的温暖 这个才是他对田的真实内涵 而真的采取这样的做法的那些人 已经成了成功的案例 比如说什么 比如说我们哈尔滨的老乡 义务接送那些南方的游客 按照南方游客喜欢的口味 调他们喜欢吃的甜豆腐脑 案例来说 这早就在了 作为卖家的义务范畴之外 为什么我们仍然会因为 这些案例而感动 是因为他们看上去 是低姿态的奉献 看上去是区域逢营 但是他们的这样的行为 换来是什么 是换来我们高口碑 或许我们文科学子 不会去那地方打工 但是作为一个服务业者 向他们学习 我们相信服务业会 越来越受人尊重 谢谢 感谢反方三变 下面将进入自由辩论环节 本环节中双方轮流发言 发言变手落座为发言结束 即为另一方发言开始的 即时标志 另一方变手必须紧接着发言 若有间隙 累计时间照常进行 同一方变手的发言次序不限 如果一方时间已经用完 另一方可以继续发言 也可向主席示意放弃发言 对双方各计时三分钟 首先由正方先开始 有请 你怎么论证像律师这样的文科行业 业务能力是饱和的 这是你的逻辑前提 如果按照你的说法 我们为什么有红圈所和普通律所 这样的业务能力差距 有 2022年就业饱和率 文科占比88% 第二名就是律师行业 我问你 显得客户是谁 不是 你说的这个饱和是岗位的饱和 不是能力的饱和 而如果大家能力上有差距 你就不能论证 这是一个此时需要情绪价值作为增量 你的整套逻辑都是不成立的 我问第二个形式逻辑 你刚刚小节里面讲 婚姻就是柴米油盐 它是不是在告诉你 婚姻现实是比浪漫更重要的 浪漫这件事谈恋爱搞一搞就好了 谈恋婚姻的时候 还是要看看现实条件 所以当你认为什么什么就是什么什么的时候 是不是天然带有对其他价值的信仰 不是 是在你感到婚姻有浪漫之外 这个时候更加重视现实是更重要的 所以它有一个先续 我问一下 当律师要不要有司法考试 如果没有司法考试 怎么当律师 我觉得前面形式逻辑解释得很清楚了 我正面回应你这个现实的部分 我其实前场都没有听懂你在打什么 我们双方在事实上现在有共识 我也认可你刚讲的 在现实中 不是如张雪峰所讲的那样 不需要业务能力的 在现实中 如果你只会钓鱼 是做不好的 可我们讨论的不就是这件事 和张雪峰的主张是不是冲突吗 当律师最起码要过思考 思考是中国最难的考试之一 它确保了你的专业能力 所以我说人才是饱和的 而缺乏的是能够进一步服务的人 如果舔的标的是所谓的用户 请问你刚刚举证企业 HR招聘的时候先看简历 我要舔好一个HR 是不是先把自己的简历做好 做得漂亮 你论证的都是事实 不是如此 这跟我方的论定是一样的 可是分歧在于张雪峰 是不是想要告诉大家这件事 不是 张雪峰告诉你是 你学的跟你做的事情没关系 给老板挂鱼才重要 这是我方反对他的原因 我往下请教你 当你认为文科都是服务业的时候 是不是要侧重于大家 让能力提升技能点 点在伺候人上 点在舔人上 你是不是要告诉大家 只要你学会了舔人 你就可以解决了问题 因为文科都是服务业 我用一句话来解释 舔是最后的目的 即要服务好满足情绪 工作能力是手段 用出色的工作能力 最终达成所谓满足情绪价值 更好服务的目的 根本不冲突 我们聊真实的就业困境好了 比如我看到令人心动 offer说 我要当编导 想请问你 你要对我有什么样的建议 你要当编导 你可以去真实的了解情况 可是这跟文科都是舔没有关系 所以我往下请教 就是回应我刚刚的例子 当大家说文科都是舔的时候 是不是隐藏了一个寒意识 只要你的舔剂足够强大 你可以应对工作中的场景 他是不是忽视了大家的能力培养 会不会导致能力培养上的畸形 您方要论证的是 大家现在不知道 培养自己的能力很重要 所以对于我方二变的例子 我方要说的是 当下你要当编剧的话 创意大家都有 你要做的是 让那些赞助商 那台里的领导他支持你 你要去热脸 贴冷屁股 费尽心机的讨好他们 这样舔的现状 要不要告诉我方二变 所以如果真如女方所说 大家的能力没有区别 为什么法考通过率只有12% 为什么那个HR会说 有9个面试官 9个面试 大家都是口才的灵力 但是就是没有专业能力 所以都否决了呢 是因为过不了法考 你就当不了律师 看编导很难要舔 好 我今天不当编导了 我想说 我要当经纪人 我可以跟我的美女姐姐贴贴 请问我又要怎么办 所以编导也好 律师也好 都不是舔 它的核心素养 是你的专业能力 我往下请教 比如说我们看看 在张雪峰这么多年来 一直抨击新船之后 出现了一个什么结果 2023年6月份的那波招生当中 新船985的学校 分数已经到了211学校的分数 211学校已经到了双飞的分数 是不是张雪峰 蕴含这种文科的鄙视链 已经实际的影响 大家的就业指导 专业能力和舔这件事 根本不冲突 我跟我方二变讲 一个经纪人 他不仅要哄自家的明星开心 他要照顾到 包括他一个明星的粉丝 那个明星的搭档 包括那个明星的制片人 这些都需要他的专业能力 他也是舔的部分 这个现状 你要不要告诉我方二变 做经纪人很难 我知道在形式逻辑上 强调一件事是核心素养 一定和另外一个核心素养不冲突 可是在张雪峰自己的表态 在他的案件分析上 他带有了强烈对于专业素养 这件事的贬低 不然他为什么说 你只需要给客户挂鱼就行了 大家如果看到直播 说完就是舔的20秒之内 我保证他就说了下一句话 我就是舔 大家向我学习 我用自己的专业性 来舔直播间的家长孩子 让他们满足 所以经纪人也需要舔 你爱聊到律师 我要当律师 你给我的建议是 我要过司法考试 这是一句废话 大家都知道要过司法考试 不然你当不了律师 除了此之外 我还要怎么做 双方都有专业试试的不同解读 虽然你的解读是事后的着布 但我愿意接受大家有不同的解读 可是哪个解读 是真正引起网民的反感 引起了舆论大波的 是那些文科从业者觉得 你这个产媚逢营 是在损害我的核心素养的价值 这是我们真正讨论 这个变题有意义的地方 如果按照你所有的 只要尊重需求 就叫做服务业的话 那所有的行当都是服务业 根本没必要讨论 我往下请教了 那你大家都想起 文科都是服务业的时候 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 如何舔客户舔领导 而不是潜心 在自己专业素养上学习 您方觉得这样的事情 到底需不需要被纠正 网民的反馈是怎样子的 等会我往二边 给你们宏观的数据 所以我现在回我往二边的问题 他以为律证据看多了 律师又是个精英的形象 实际上真实的那些青年律师 是守在民政局的门口 看看有没有潜在的客户 主动上去加个微信 这才是青年律师 法学人的真实处境 你要不要告诉年轻人 这才是他们要面临的困难 青年律师不高大上 但也不是舔 你时间到了 我举宏观的数据 财经网80% 微博89% 微信78% 他们统一的答案是什么 我认为这句话没有问题 下面的继续解释的 高条回答是什么 我真实的就业样态 就是这样的 不是所谓的歧视 是我确实在经历 真实的就业情景当中 需要向客户 需要满足客户 需要满足领导情绪价值 这样我才有暗源 所以你要举当下 大家的普遍认知 也没有人觉得是歧视 可是我方强调了三重逻辑 第一重逻辑 是强调在象牙塔的学生 你要重视真实的服业样态 第二个是在当下 人才宝和存量竞争的时代 多一条赛道 就是服务的赛道 而这样才能够 真正让你的行业走出去 这是第二条强调的比较 谢谢各位 时间到 感谢双方便手的精彩发言 下面进入本场比赛的 最后一个环节 总结陈词 首先有请反方四遍 进行总结陈词 时间为三分三十秒 谢谢 到底是谁在抠字眼 就这舔 就这低档次 就这服务那两个字去打的 不一直是您方吗 您方就像今天互联网上 那些抨击张远峰的媒体一样 哇 断章取义 避重救星 看见一个字 直接卢内高超 哇 我们赶快出文章 但是对于文科生 对于毕业生 真实的就业现状 他们的就业困境 到底是什么 我放例子给您了 您方也没有去接 所以说 今天这道遍题 我们也非常同意 文科就是就业观 我们要讨论的是 就业观 它对于我们的文科从业者 对于我们要选专业的孩子 那些人 他们产生的影响是什么 是好的还是坏的 我方接下来展开 我方详细的讲 我方到底想聊什么 先是对文科的从业者 张雪峰为什么能活 为什么我们说 抓住流量密码的是张老师 不是别的教育机构 是他的专业能力 真的不如教育 别的教育 真的要比别的公司 别的那些直播带 或者老师要高出很多吗 其实不是这样的 我们自己都清楚 是因为我们隔着那个屏幕 也能感受到 张老师内心的炽热 他的真诚 他就像我们邻家的老大哥一样 在掏心窝子的 用他的专业知识 给我们建议 我们感受到了 那份精神的愉悦 同时还能帮我选志愿 那我为什么不选他呢 对吧 就像我们前面聊的 那些绿政精英 那些金融精英 哪个不是熟悉 我们的人情失谷 哪个是只会被法条的书呆子 不都是这样吗 恰恰是去年 某一个网红倒了 他为什么倒了 不就是没有把自己 放在一个服务者的姿态上 他站在了人民的对立面 把自己捧上了 高高在上的神坛 所以说他翻车了 这是我方说的 在这个存量竞争的时代 我们每个人都知道 专业能力很重要 我们都知道 今天我做好一个直播 我的升学规划能力很重要 但是我能否精进 我的表达方式 我能否就像您方说的 我能否让大家看得乐呵 这一点是很多人 真正忽视的问题 就好像我们今天打辩论 很多人重视逻辑 或者说自己也常打得爽就行了 但是评委 但是观众到底有没有听得下去 那些不打辩论的 那些大众 那些社会上的朋友 他们能不能听下去 这是我们要思考的问题 其次我们回到直播间 来看一看 对于这些选专业的孩子 他们有什么 就是有什么样的启发 我们从来不是说 我们要打击文科 打击理想主义 无论是我们前面举的例子 还是张雨风自己的直播 他的重点只有一个 叫做看清现实 看清现实 我们不打击理想主义者 我们希望你做的是一个现实的理想主义者 因为如果你的这个理想主义 它不是建立在现实之上的 它是摇摇欲坠的 它是不稳定的 它是非常脆弱的 就好像我们前面说的 你如果想当一个新闻工作者 你就不能只看到他的比赢比之书 你要看到他为流量 他为收视率焦头烂额的一面 你不要只看到这个律师 伪光正的一面 你要看到他这个辛苦找案员 找客户的一面 他其实我们选专业 我们选工作和我们找对象是一样的 真正让你长相厮守的 不是那些光鲜亮丽的 那些正面的东西 多么细腻 而它背面那些让你疲惫的 让你麻木的 甚至让你有些不能理解的 盈盈狗狗 你能否接受 就像张老师的经常会问有的学生 你能否接受你选这个行业之后 将来你赚的比那些考的 比你分低的人要少 如果你犹豫了 那回去再好好想想 你只是一个伪理想主义者 为什么我们总说你要 看透生活丑陋的真相 再去热爱它 因为我们的热爱 一定要建立在一定的现实基础之上 如果没有 就像有人说过 没有物质的爱情就是一盘散沙 那如果一个你的梦想 没有现实的基础 那就是一座非常美丽的沙雕 现实的风一吹 说散就散了 谢谢大家 感谢反方四变 最后有请正方四变进行总结陈词 时间同样为三分三十秒 我没想到反方最后的价值会落在真实 告诉大家真实的方式 不是用一个新的谎言来掩盖旧的谎言 那我们就来看看事实是怎么样的 首先对方在铁上的定义 其实这场比赛发生了很多跳动 他一开始给我们的铁的定义是 尊重客户的需求就叫做铁 按照你这个解读 哪怕是理工科所有的行道 你做任何事都是在铁 我觉得这样讨论是没有意义的 他往后跳成什么 只要给人提供情绪价值就叫做铁 可是哪怕我们现在辩论场上 我们接受到的教育也是 你尽可能面带微笑的去陈词 也让评论感到开心 但我不是在铁各位 铁什么叫 当你内心很崩溃 比如有家人离世的时候 硬要挤出一个笑容 把你自己的尊严 被其他的事情践踏在底下的时候 这个才叫做铁 你方一直在混淆定义 而关于原文的解读当中 你举证那些我知道当时我就在看那个直播 就是当时弹幕很多人在狂喷它 所以张雪峰才自己做了个招步 他说哎呀 其实我说的也不是那个意思了 但其实你去看 在这个事件炒起来之前 他不是第一次说文科都是服务业了 在他之前每一次强调这件事的时候 他都会举那个金融挂鱼的例子 他讲的从来都不是专业素养和 这个情绪价值这些产媚逢营同样重要 他讲的是文科的核心素养 就是铁产媚逢营 根本没有专业能力 这才是张雪峰的真实意图表达 而这个真实意图表达 和我们双方共识的那部分事实是冲突的 大家在现实中你要通过法考 你要做各种各样的专业能力 不管是今天讨论的新传 这个律师金融还是文史哲 哪一个都不是靠铁人按家立命的 这是我们双方的分歧 最后对方讲了一个什么口径呢 他说我们现在处于一个存量市场 能力饱和了 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去 用情绪价值制造新的增长点 可是各位 只有那些红拳索大律师 他在法律这个行业的能力 到接近上线的时候 他才需要有别的赛道 可是对于那些需要听张雪峰的意见 选一个专业 找一个学校的孩子和学生来说 远远没到那个程度 你就是需要在大学里 把你所学的专业 把自己的硬实力 把自己的本事打硬 这件事情才重要 下一件事情 今天正方为什么想跟各位分享 文科无用论的观点 其实这个事情和我们的整套理论是贯穿的 我们第一个论点告诉 所谓文科无用论的底层逻辑是什么 就是大家觉得文科这件事没有专业壁垒 大家觉得文科这件事没有核心素养 因此才产生了那种技术职位 对于文科类的轻压 这就是所谓的文科无用论 我为什么在自由变 要反复去向对方追问 如果你认为文科都是服务业 让大家都一股股党的 去学那些为人处事 去学那些铁人了 怎么办 这构成了一种恶性的循环 你越是认为它是服务业 大家越是去忽视自己专业素养的提升 就文科这种文科无用论的声音 就会越来被放大 而打破这样恶性循环的方式 就是直指问题的核心 这样的文科无用论是错误的 这就是今天正方想跟各位说的 我们一直以来听到了 大量这样文科无用论的声音 它可以追溯到刚建国的那个时候 我们为了迅速完成工业化 效仿苏联 裁涉了大量的文科专业 因为那个时候 我们的主要矛盾在外部 可是时间到了2024年 我们的主要矛盾是内部的矛盾 我们经过了这么几十年的发展 在理工科的专业上和发达国家 已经相差不大了 甚至在很多半导体等类似的行业上 我们已经引以有赶超发达国家的趋势 可是在文科的教育和培养上 我们和发达国家有巨大的差别 这个时候 或许坦方同学觉得 今天正方是一小题大做 或许觉得我们是上纲上线 但我觉得今天正方做的立场 是我们要抓住机会 我们总说正义虽迟但道 可那份属于文科的正义 我们已经等了很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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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什么时候才能还文科一份证明 哪怕是小题大做 我今天要抓住这份机会 告诉大家 文科无用论是错的 谢谢各位 感谢双方四辩 本场比赛的比赛环节到此结束 有请双方变手退席 下面 首先有请各位评委 对本场比赛的环节和印象 两部分做出评判 同时投票决定本场比赛的最佳变手的归属 在环节票部分 评委对每个环节分别做出打分判定 并在比赛结束后上交环节票 由工作人员对每位评委的票面结果进行核算 单一评委票面上哪一分哪一方得分多 则视为此位评委将环节票投于该方 在印象票环节 也许落作印象票头像的一方 并阐明自己印象票头像的理由 下面 大家好 现在或者之后会看这个比赛 并且可能刚刚接触辩论的朋友们小小的做一些小交代 就是辩论赛这个活动呢 它的持方是大家抽签决定的 所以就是因为这个题我知道它肯定可能会有一些社会争议性 所以大家要接受这样一个事 就是变手在场上所说的话 未必可能真的一定是他内心里头坚定捍卫的 所以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能够给场上的八位变手多一些理解和包容 并且呢 这个题坦白对我来讲我觉得可能对于反方来说 不是那么容易 可能会有一些难度 但是相反反过来好在这个是个小组才的题 正反双持 所以反方同学也不要气馁 你们还有打正方的机会 正方同学也不要懈怠 你们也得打反方 那这场比赛我觉得站在反方同学的角度上来说的话呢 因为我看票的这个团 大家印象票都投给了正方 我先多站在反方同学的角度上来聊一聊 我个人感觉反方同学这场比赛打得束手束脚的地方在于 什么东西束缚住了你们呢 我认为是三个字束缚了你们 这三个字就是张雪峰 你们这场比赛其实有在某一些时段里头 似乎想要脱开这三个字 来单纯讲遍体里头所说的文科就是服务业 你就只聊这个观点 反方在某一些时段里头似乎做过这个尝试 但这个尝试在你们执行上非常暧昧 当正方 我记得是在某一个小环节的最后一句话 他指责你们说 正方其实是在脱离张雪峰聊这个遍体 我内心里头其实就会生出一个疑问 这个题为什么就不能够脱离张雪峰聊这个遍体 包括说大家回头来看这场比赛 正方同学很多的得力点 他最后发力的那个基底 那个关键概念是什么 不是文科服务业 是舔 正方觉得舔这个词实在太难听了 舔这个词背后带有很不好的价值导向 它有着错误的价值排序 你不能够这么打 反方这里头我觉得可能就是你们 有些束缚自己的地方 你们整场比赛花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试图为张雪峰这个人本身来辩护 或者甚至不是为他这个人辩护 就是为他的那一段直播间的发言来做辩护 我可以肯认你们在场上做出来的努力 但是确实你们应该也能意识到 这是一件很难完成的任务 他在你们的输出上为你们增加了非常多的束缚 并且也给了正方很多去反驳你们的口子 所以在这件事情上 我会觉得如果反方稍微脱开一些这个束缚去谈 你们可能内心里头 包括你们可能在比赛后期更想要传达的那个观点 即我们其实有时候就业确实是要看清一些现实 不要太过理想主义 我觉得你们讲这些东西可能都没有问题 都会更对听众来说更容易接受 包括你们整场比赛的前半部分 你们做了一个工作 就是你们试图把舔这个词 来为他进行澄清或者辩护 告诉大家舔其实没有那么的难听 包括说什么叫做档次低 档次低也不意味着他一定对你在价值上有贬损 我明白你做这件事情的战略意图 但是确实他太难成功了 你做的这些努力太难成功了 因为听众内心里头 他毕竟是带有一些日常语用的基本直觉残留的 你想要对抗这种直觉 我不是说不可能 但是对你们来说真的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所以如果你们抛开这些东西 你说服务这件事情 如果你们真的是想要打这种相对来说比较泛化的概念 因为反方今天其实很想告诉大家说 档次低也不意味着贬低你 田也不一定意味着它跟专业就不相符 田也意味着要建立在专业的基础之上 包括服务这件事情 它本身其实就是为你要提供额外的情绪价值 它本身是很正向的 我觉得你们不如比如说要打这种更加放开的打法 或许可能有一句话能帮你们在听众的接受度上做一点小小的铺垫 就是这个题聊文科是不是服务业 反方说服务业没什么问题 你说你甚至可以说不光文科是服务业 我认为站在反方今天的这个逻辑之上 反方说现在各行各业都很卷 所以我们要做到人无我有 人有我经 人经怎么办呢 我舔 这个舔可能指的是提供服务价值 提供额外的情绪价值 对吧 那可能各行各业都是这样 不光文科是服务业 理科也是服务业 但是这又是怎么 又怎么样了呢 对吧 你打到这儿你其实有两个方向你可以选 你要往低了打 你就说众生皆苦 大家都服务 这件事情又怎么了呢 每个行业它自己都有内部的可能 大家在光鲜亮丽之外 后面看不到的那一些挣扎和现实 往高了打 服务光荣 我作为文科生 我服务于国家战略需求 我甚至服务于人类的那些精神追求 为人民服务 这件事情很糟糕吗 它很光荣 作为文科 能够做到这一点 它怎么就在价值上显得是一个不良的导向了呢 当然这些全身都是我个人站在反方的立场上 是站在评委的角度上来给反方同学做这些建议 我完全不认为 如果我站在反方上用这套论来打的话就能取得胜利 因为我回到一开始的观点 我认为这道题确实对于反方来说 操作上的先天的难度 或者可能在你们在战略选择上 对你们心智上的考验 对你们在策略选择的风险之上 可能要施加更多的筹码 最后回到我觉得可能正方今天 我其实也不是特别满意的一点 正方今天整个的操作 整个的攻防我觉得都很聪明 基本上防下了反方所想要做的 大部分的在攻防上的操作 到底档子第一是不是意味着 其实它背后它不带有这种价值上的导向 然后包括说如果说这个行业 它本质就是田 它是不是意味着 其实在专业素养和田之间 它没有价值排序 我认为正方这些 所有这些工作都做得很好 包括说是不是其实现在 我认为正方在自由变里头 也提出了一个蛮精妙的反驳 就是现在的业务能力 其实大家也没有那么饱和 所以还是会有业务能力更好的 所谓的文科生和业务能力 可能不那么专的文科生 现在大家还没到非得要去卷舔的地步 我觉得这都是正方这场比赛操作下来 很聪明的地方 这或许能够帮你们赢得胜利 但如果你们真的想要把这个题 你们自己想反对的文科无用论给推翻 我认为做到这里是不够的 你们正常比赛一直在逼问反方说 那你告诉我在当代文科要发挥什么价值 正方应该是在三变小节的时候提出了这个问题 但这个问题正方你们有没有发现 你们整场比赛自己也没有回答 你们在节变最后剩下几十秒钟的时候 稍微回扣了一下这个问题 但你们最终给出来的解答是 我们国家现在可能在理科和工科上 已经跟发达国家没有什么差距 甚至远超于他们 但是在文科上和他们可能还有一些差距 你这还是没有回到文科本身到底有什么价值上 你还是只是在做一种绩效层面上的比较 所以这是我觉得正方这场比赛可能比较 没有能够打得更透的地方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正方同学 主要可能不是文科生 我不知道我瞎猜的 但是我认为可能如果你要再往下深挖一下的话 这道遍题它的整个语言设计 它的句式上可能就会给正方和反方 都带来的一定的线索 因为你看这个遍题它问的是 文科都是服务业 所反映的就业观有没有问题 以我个人的语感 我认为这句话文科就是服务业 它本身就是个病句 因为文科它是一个学科大类的总和 学科大类和服务行业 服务业是行业的总和 学科和行业你不能够把它混为一谈 当你今天强行的要用 就业观和行业的指标来衡量文科的价值的时候 可能它背后就已经带有了某一些对于文科 内在价值不太公允的评判视角 所以如果你要回到文科本身的价值之上 我想或许可能更根本的是 当我们在评判文科本身的内在价值的时候 或许大家不一定非得要回归到就业这件事情上 比如说很多同学他可能会 我在上哲学导论课的时候 他第一节课 我们都要直面这样一个问题 就是学哲学到底有什么用 那可能有一些老师持有的观点 是会他告诉你说 哲学就是无用之用方为大用 或者有些老师可能告诉你说 哲学它在历史上它是万学之源 它是万学之母 这个历史上很厉害 但我扪心自问 坦白说我自己作为一个从本科开始学哲学 然后现在成为一个哲学从业者 这些答案对我个人来说 并不能够真的切身地说动我 我个人对于文科的 或者说我可能不敢说去 去办到更广泛的人文社会学科 我就聊我这个更熟悉的哲学学科 我个人切身的体悟是 你要问我文科有什么用 哲学有什么用 我会认为它倾向于你像是问我说 养生有什么用 健身有什么用 健身的价值观 健身的就业观 养生的就业观到底是怎么怎么着 我会觉得这是一个很奇怪的问法 因为如果你这里头想问的 这个学科到底有什么用的时候 如果你最后 它对标的是某种就业上的成就 或者某一些更世俗层面上的 这种绩效的考量的话 那我会认为这其实就有点类似于说你问我说 那是不是你这个人身体养得很好 你身体健康活到一百岁 你就能够用你一百岁的身体健康来换得年薪一百万 我认为不是的 这是完全两个维度的事情 身体健康这件事情它不能直接给你带来任何世俗和就业方面的收益 但是它本身就是一个内在价值 因为我们知道健康本身就是一个内在价值 它和财富和社会地位和名望一样 它都是人应该追求的内在价值 而如果养生和健身 它可能是在身体的这个维度上给大家一个好身体 那我认为以哲学为代表的我所熟悉的一系列文科 它可能是给大家一个好灵魂 让大家有一个健康的灵魂 有一个健康的大脑和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在我看来都是同样重要的 尽管它可能不能直接对标成任何在就业和世俗利益方面的指标性的成就 那这是我个人的一些题目 然后最后到底怎么给文科的同学知道 我们到底适不适合做文科 到底适不适合继续读文科 这可能是张老师他在做直播的时候 他可能要问到的那个最后他要去回答的问题 我也是基于哲学学科跟大家分享一个 我认为我个人还蛮受用的观点 来自一个我很钦佩的哲学前辈 一个哲学界的一个知名的学者 他说如果你是一个文科的研究生 你现在开始纠结你接下来要不要以文科 要以学术作为你的行业 当然我们知道文科它当然可以成为一种就业 它可以成为一个行业 但你适不适合吃文科这碗饭 看什么 他说首先要看的 是你能不能够从学术写作当中获得快乐 你能不能从学术写作中获得快乐 这是我个人非常受用的一句话 然后我今天分享给大家 谢谢 感谢赖长生评委 有请罗洪坤评委进行数票 好 谢谢主席 各位晚上好 我对战场的梳理以及看法 其实跟前面评审差不多 我觉得大致分为两块 第一块就是 我觉得一开始正反双方是比较持平的 各自有各自的表述 甚至你们发现各自的表述 其实差不多 没有太大的分歧 我觉得在正方四变非常优秀的对变环节 理出了一个很重要的分歧 就正方同学觉得 所谓文科都是服务业 这句张雪峰的原话 他背后说文科都是舔 正方同学认为 这种舔呢 是舔的价值 盖过了专业知识 专业技术 专业能力的价值 而反方同学觉得呢 是舔作为专业知识 专业技术 专业能力之外 额外补充的一块价值 那这里呢 正方双方接下去 就展开非常多的交锋了 对不起啊 我稍微刻薄一点 美其名曰交锋 其实就是各说各话了 就大家开始就 就开始各自阐述了 正方讲说 你看你把这个专业的部分 给瓦解掉了 这个文科还怎么活下去呢 反方同学说 没有没有没有 我们就是补充的 然后呢 先有一些类比的交锋 比如说反方同学说 这个婚姻是柴蜜油盐呢 反方同学说 婚姻就是柴蜜油盐 是我告诉你 补充给你 不只是浪漫 情情爱爱 还有柴蜜油盐 为什么呢 因为每个人知道 都有情情爱爱 正方说 没有没有没有 你告诉他 婚姻就是柴蜜油盐呢 就是让他整个掰过来 告诉他 婚姻不是 你谈恋爱 可以是情情爱爱 婚姻最高的 就是柴蜜油盐 但你像这种东西 确实就是各说各话 那怎么办呢 其实是比不下去的 至少场上发声的部分 是比不下去 双方举的例子 在我眼中也比较贼 这一点呢 我个人觉得是 正方打引号 更坏一点点 比如说在自由编论的时候 反方举的例子 都是编导 做经纪人 做律师 你看我做这些行业 非常非常的苦 对不对 我要上下伺候的人 非常多 然后正方同学举的例子呢 都是中后台的数据分析岗位 搞金融的 金融里面还比较偏分析的 我稍微提醒一下 反方同学 就是正方举的这些例子 很像理科了 金融都已经搞到数据分析了 真的太像理科了 当然了我也承认 这样的区分 没什么太大的意义 对不对 文科里面也有偏理科的 也有偏文科的 但是anyway 至少我可以认吧 文科里面有一些呢 是要上下服饰的 有一些呢 可能也有一些岗位 我可以关起门来 自己做一做的 那正方还有层攻击呢 我觉得确实比较有利 就正方同学说啊 真的像你反方同学讲的那样 我们大家都那么知道 专业技术很重要吗 不是还有那么多人 我澄清一下 现在叫法考了 这个不一样了 不是还有那么多人 法考没过吗 不是还有那么多人 自己的 哪怕去面试的时候 专业技术都不过关吗 那严格意义上说 正方同学所展现的 这个现状 和反方同学认为 文科都是服务业 服务业 只是补充 这间并没有逻辑关联 对不对 你又没办法说 现状的这些孩子 之所以专业技术不行 就是因为深受这个影响 其实论证的 我觉得也不算严格 但是确实给反方同学 造成了一定的压力 至少在这些问题上 就是回应相对比较缺 但其实到这里 我同意这是正反双方的核心分歧 但即便到这里 我都觉得正反双方是比较平的 就是各有各说法的 所以我一度很犹豫 要不要给反方同学投印象票 而总结票投给正方 能让我在这个问题上 更有一点点倾向性的 是我承认在判断上 我纳入了自己的判断 这一点不太像是 你们正反双方明确表达的 我什么判断呢 我觉得在比较正反双方 你们各自开出的代替论和补充论 谁更像是张雪峰这句话的 原意和本意 当然这一点我要承认 就是长生老师跟大家 之前提到过的 就是正反双方都默认 我们讨论的是张雪峰的原话 张雪峰的语境 所以好吧 我们也就按照你们相同意的 我们来这样来谈 那么你们的压倒论 代替论和补充论 谁更像是张雪峰的原意和本意呢 我觉得正方同学所展示的更像 为什么呢 因为正方同学说 文科都是服务业都要舔 这个话张雪峰不是第一次说 他是一而再再而三的好几次表达 而每一次表达的时候 他的表达都是 我可以理解为言辞比较激烈 比较绝对的 他说的都是 就是金融行业那个钓鱼 我给他挂鱼的那个例子 他说的都是专业能力根本不重要 所以我会听上去觉得 这更像是张雪峰所表达的本意 不过这里我有一点在赛前 我跟我们冯若古冯老师也聊的 就这个辩题其实展开有很多很多的维度 刚刚长盛老师给我们展开了文科的维度 因为这句话本身确实我同意 它就是并句 一个学科它怎么就是服务业呢 一个学文科它就不是业嘛 对不对 这是长盛老师的意思 它压根就不是业 所以从文科的角度可以去讨论这个问题 从我们高校 我们三位好像都有一点相关的经历 高校任职我们都可以去讨论就业的问题 等会冯老师还会跟我们讨论一下 关于传播学的 传播学的 我有可能他会跟我们补充这块内容 因为他是行家 他是专家 因为我们后来的辩论比赛 很多相关的领域都会引用他写的论文 我碰到过这样的事情你知道吧 好anyway 这句话我觉得也要提醒反方同学 当正方已经牢牢牢咬住说 张雪峰说的就是这么极端的情况下 我觉得反方同学也要适当的注意到 这可能就是一个直播的语境 也包括这就是张雪峰的人设 这就是一个传播学意义上 可能他那个时候要讲的话 在这一点上呢 我隐隐约约觉得你们的第二个论点 有一点点照应上 你们也提到了 在第二个论点你们提到了 要满足要聆听客户的需求 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张雪峰我承认他在很多时候话说的确实很极端 但是要注意他真的只是对一部分人说这样极端的话 他会对另外一部分人说另外一种极端的话 就像你们举的例子一样的 他一样会对有些人说你要追求你的梦想 在考虑到他的实际家庭实际情况之后 所以他是一个什么场景 他更像是劝某一类具体的人的时候 所讲出的场景 而就像你们讲的 断章取义也好 误读也好 可能恰恰是把他劝这一类人的 这种比较极端的表达 泛化到 对全社会 对社会上所有的文科的时候 那我们觉得你凭什么怎么说我 我可能不是这样子的 但他其实是一个非常特殊的 非常具体的情境来讲这个话 我觉得可能是可以考虑一下的 以及正方同学第二个论点 我跟前面常盛老师的意见 我觉得非常的一致 就是除了一开始提了一大堆 引人思考的问题之外 没有任何论证 直到正方四变在最后一个环节 总结成词的时候 夸夸抛论证逻辑 我觉得那个东西讲的挺好的 挺有道理的 说如果我们一直歧视 一直这样歧视文科 一直挖空文科 就是它的核心价值的话 那我们越这样做 越文科学不好 文科越学不好 出来的人才越糟糕 出来的人才越糟糕 越觉得你看文科没有用 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 我觉得这个东西讲的很好 以及在当今中国 为什么要把文科 重新证实它的价值 当然了我也同意前面 常盛老师所提的意见 但是正方得积极矩正 文科在当今中国 它的核心价值到底是什么 你得说出来 而且如果你们做得更好一点的话 你得告诉我 为什么他会被张雪峰这一番 所谓的舔论给挖空掉 给替代掉 得补上这个 我觉得逻辑论证才完整 但是你们其实前面都没有 至少反映在我的分数票环节里面 其实那些地方 我觉得绝大多数环节 都是打平的 如果你们接下去比赛 还要进行这样的辩论策略的话 那我个人觉得可能会非常非常非常的危险 这个也可以 也可以再努力一下 好 我就说这么多 谢谢 感谢罗洪坤评委 最后有请冯若谷评委进行数票 好 感谢前面两位评委老师 辛苦八位变手 的确我们三位都是文科高校 从事学术研究 人才培养工作 应该是张雪峰批评的主要对象 同时再加上我个人新闻传播学出身 他对新闻传播学的判断 又额外有许多不敬之词 所以我个人不仅是在批评之列 而且是首当其冲 所以本来我是比较适合点评这场比赛的 可是转念一想 由于他对我这个腹背受敌的攻击 导致我对他的恶感极重 我也在很多公共平台上公开发表过 对他的这种排斥和批评 我曾经说过一句话 说这个里人是骨子里的庸俗 然后遭到了大多数网友的攻击 经受了第二轮的网爆 所以我在这个比赛过程当中 人的精神状态就很折磨 一方面你们说的每一句话都在我心坎里 如芒赐贝 如临深渊 但另外一方面 我要得极力地克制自己的心症 克制自己对张雪峰这个人 长期以来存在的恶感 所以对于我个人来讲 也是一场精神的风暴 本来怀着这样的心情听这个比赛呢 我以为大家要像正方今天所开出的局面一样 要讨论的是 在这个工业社会到后工业社会的精神荒漠当中 这种科学沙文主义泛滥 工具主义泛滥 物质主义泛滥的场景当中 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该如何安身立命的 重大哲学命题 我以为大家要考虑的是 在这个越来越荒芜的人被异化 被物化的状态当中 我们的心灵的风景和观念的秩序的问题 或者退而求其次 你们哪怕讲一讲 刚才罗老师提到很重要的问题 比如说在数字传播的语境当中 这个舆论热点或者文化思潮 它背后的这种词语物的边界 或者说它的背后的这种权力结构和控制关系 这都是非常有高远意味的登生的空间 可惜从头到尾 怀揣着这种如芒刺背的状态 我听到的从头到尾 就是一个概念的辨析和解读 就是舔 所以客观来讲 我对这个比赛高期待 面前有略微的失望 好了 这不是今天我的主要任务 我的主要任务向大家陈述 说明解释我头像的原因 我头像正方的原因 大多数的理由跟前面两位评委老师 观点类似 或者说我们对比赛的结构趋势和 整体的架构的把握 应该说有很多共识 那么我自己 我觉得 相区别的部分 就是我个人觉得这个比赛 一个有一个基本面 还有一个延长线 我们先来看这基本面 这基本面正反双方 的确是势均力敌 分庭抗礼的 一方面正方告诉我们说 你舔的价值 就高于了专业的价值 你本末倒置 你污名化了文科 对吧 然后我们应该强调 专业更重要的就业观念 这个非常符合常识没问题 然后呢 反方呢 其实也非常符合常识没问题 就是大家专业能力都具足的情况下 已经是红海市场了 我们要强调差异化竞争 我们要给用户这个什么 情绪价值给他用户体验 这两种说法是平行线 这是完全都讲得通的 完全靠近我们常识的 但是从基本面 走向延长线的过程当中 正反双方略有高低判断的区别 第一个 我们先来看 正方 正方他的优势呢 说实话 他取得优势的方式和策略 也并不值得人夸赞 他就是牢牢地把握住 我准确理解张雪峰的这个思路 你就可以获得在辩论场上 源源不断的优势 因为我的确 我就是很厌恶这个人 对吧 很多人可能去文科 可能都受到了 多多少受到冒犯 我觉得这个倾向 应该也是常识情感的一部分 所以他这个策略和方法 并不高超 也并不优越 所以他在延长线告诉我们呢 你舔的价值高于了专业的价值 而且舔本身 你对他的这个心理体验 我们每个人常识的 对他的这个知觉模式 就是负面的 对吧 这就是他的延长线 基本面延长线都在常识当中 没有什么突破 也没有什么进展 但是很安全 但是反方今天的情况 就有点诡异了 他从刚才讲的 红海市场要求差异化竞争 我们要给他情绪价值 用户体验 这个基本面之上 向前延伸的时候呢 其实他有几条路可以走 他都有尝试 第一条路呢 就是他告诉我们 你必须要向我们回答一个问题 就是这部分的情绪价值 用户体验 维系客户关系 到底是不是舔 其实今天正方对这个问题 攻击的很多 而且让反方很难受 对吧 你这办法 而且你应对这个东西 是非常局促的 因为舔这个词 本身没有人对他有好感 你怎么敢承认他 这就是舔呢 对吧 所以在这个部分呢 反方是前后摇摆 然后步调不稳 最后也没有给我们 一个明确的回答 说这是不是舔 要照我来讲呢 大胆一点就往前走 舔就是舔怎么了 就是不好怎么了 我们的状况 就是这么糟糕怎么了 我们就面对现实了 怎么呢 我们必须得舔 没有办法 舔就是不好的 就是醉酒的舞女 强装欢言 但是我没有办法呀 对吧 你再往前一步走也可以 但他没这么走 第二条路呢 也是让我感觉很可惜的 因为本来是有这个苗头和倾向的 而且的自由变向前半段的时候 似乎能够感觉到 反方有点 这个大梦初醒 幡然悔悟 因为他发现呢 这个题目里面没有舔呀 对吧 这个题目是服务嘛 所以应该讲服务到底是什么嘛 所以他讲出了好多 比如说什么 这个客户为中心啦 人本价值啦 服务观念啦 这其实有重大开决空间 可惜你们呢 呈现在 跟正方一块儿呈现在 对于张学峰 这个人负面观感的那个漩涡当中 很难自持 也很难自拔 就陷进去了 就给自己套上这个枷锁 其实往前一步 这点我同意 刚才这个长生老师提到的 其实你严格意义上 从服务这条路说开去 有这个广阔天地 大有作为 你比如说 我们中共产党讲的 共产党员 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 是不是服务呀 是不是为人民服务 对吧 那么比如说这种牺牲精神啦 奉献精神啦 这是不是服务 是吧 小我和大我之间 选择大我 是不是服务 这都是服务呀 有什么羞于其耻的 有什么这个微微诺诺的 有大空间可以开决 所以我个人感觉呢 在你们所谓的这部分 人游 人无我有 人我更优的这部分的 优的概念的定位上 有一些犹豫和摇摆 要么你就承认 生活就是不如意 就是甜 我们没有办法 我们认清现实 比你唱高调 要有价值上的高度 可以 或者你抛开舔 离开张雪峰 去谈服务业的服务精神 奉献精神 牺牲精神 大我精神 也同样是这个 大不流行 一马平川 可惜 就是在这个地方 不够坚决 不够彻底 遗误了战机 造成了这个优势上的缺损 这也是我为什么 投向 印象表 投向正方的原因 就在这里 再次感谢大家 再次感谢三位评委的数票 请评委老师们回到评委席落座 请双方变手上台 重新回到选手席落座 想必各位评委 若目三分的陈述 一定让大家对遍体 有了更深一步的理解 下面我们就请各位评委 投出决胜票 我们将综合环节票 印象票 决胜票三个环节 来决定本场比赛的获胜方 华语辩论世界杯 成立于2012年 是目前全球规模最大 影响力最强的 青年思辨文化平台 经过十余年发展 已经形成覆盖全球 15个国家和地区 超过1000所学校参与 覆盖小学中学和大学 全年龄段的活动体系 华语辩论世界杯 旨在践行习近平文化思想 讲好中国故事 传播中国声音 促进世界青年文化交流 同时 华语辩论世界杯 本场比赛最佳变手的是 正方四辩唐龙 恭喜 本场比赛上未公布的 环节票和决胜票票 票数结果如下 环节票 赖长生评委 投给了正方 罗洪坤评委 投给了正方 冯若谷评委 投给了正方 决胜票 赖长生评委 投给了正方 罗洪坤评委 投给了正方 冯若谷评委投给了正方 因此本场比赛的最终结果为9比0 正方天津大学获胜 恭喜他们 同时也感谢河南大学 为我们呈现了一场精彩的比赛 今天所有场次的直播内容 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 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 预知更多赛事内容 收看本日精彩复盘 欢迎各位观众一部腾讯会议官方直播间 每日晚上10点30分 收看腾讯会议深夜变谈独家节目 届时将有明星评委赛事大咖 带您回顾本日精彩瞬间 畅聊赛事八卦 各位可通过华语辩论世界杯微信官方公众号 搜索关键词解说 即可免费报名参加 最后感谢各位评委和选手 对本次赛事的支持 请各位离席退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事实在